謝謝范老師的一個介紹 我們今天其實還有最後一個講者是范老師 所以我這邊會比較快速的把我們的一個過去在這邊私地學校的經驗做為分享 那那天陳老師也跟我講說不是分享過去的 只是要提出一個未來的想像 所以我這邊會把過去的一個背景稍微做個介紹 跟我在過去的經驗覺得未來在學校這個角度可以做的事情 做一個分享 那在學校其實教育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們最重要最終的目的其實看到我們的行動跟行動的改變 那其實過去我們大概可以在既有的學校系統大概很容易陷到知識床 就是我告訴你這件事情然後你就記下來 那到某一個年紀的時候可能就開始大家有點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學這件事情 那甚至到後面我們每一個大學生的訓練養成之後 可能跟行為的落差 有時候好像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那時候在陳偉老師那邊工作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一些跟教育相關的一個討論 那我們就覺得從知識建構價值選擇到行動落實 這三個層面可不可以一起的操作 那這大概是我們這個後面這些行動發生的一個模型的一個價值 那大概從華江的私地行動做個背景介紹 那等一下比較詳細的部分呢 我是這邊再說明 那大理高中的經驗跟我認為可能在這邊可以做的一些策略 那華江在這邊淡水而流域 那我們這邊周邊有一個相關的一個保護區 跟我們國家中央私地的一個範圍 那大理就在這附近 那這是大概他的一個空照圖 那其實這邊會這樣談是他其實有背景的邁路 有學會、鳥會、社大、水平板協會、私手部聯盟 跟大理高中跟社交中心 也包含中央院當時科技部的計劃 跟內政部相當分屬的計劃 跟市政部單盤的一個小管單位 這樣的計劃在這邊做一個運營跟操作 這是背景下也承讀今天是2018 其實2007年的時候我們都舉辦了這樣的一個會議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碩士深頭 那他其實就在討論這邊到底哪些事情要做 所以在那天的中整下面就發現了幾個面向 但我這邊不會全講 其中就發現在學校老師的角度提出的環境教育 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這樣的非正式組織就開始做了 到現在應該是07到10年左右的一個行動 那我主要今天會分享的是 我們在環境教育上面做的一些事情 那當然會議還開了第二次 就2001年就是再開了一次 那在這幾次的公司就發現 我們開始有在推動周邊的體驗式的教學 讓小朋友直接到私地裡面 所以華江國小縣到現在幾乎是每年都會帶他們小學生 直接到華江私地裡面去做相關的探索活動 那香港的老師也會組團過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就我知道是因為香港的比較沒辦法接受體驗這件事 他們是比較少可以直接碰觸到 所以他們對我們的經驗非常的覺得有趣 那也因為當時的一個共識 所以我們都舉辦了夏令營 那夏令營舉辦的時候就得到開始有些迴響 這是10年嘛 現在已經18年了 那我現在回到大野高中的經驗 在這樣的背景邁路的時候 我在做事的時候我進到大野高中 跟房主人合作 帶來一些高中生做私地探查 我那時候是很初期的一個基本上的了解 但是學生就會為了介紹這個私地去做一個比較RAP的模型 可是也提供了一個講解的可能性 那當時進場的時候我們就在思考說 所以從觀察探索提供的行動跟反思之為 連到我們剛剛之前講的那個環境教育的一個架構系統 知識建構價值判斷到行動落實 那為什麼回到這張圖 就是當時有一個很巧妙的機緣在大理可以萌芽 是因為我們要辦這個夏令營 我們沒有足夠的能力 所以我們招勤了一群國中生 大理高中的國中部學生 作為我們的等於是輔導員去輔導帶我們小學生 所以是志工帶著國中生去帶小學生做私地教育體驗 他非常有趣 帶完之後這群國中生覺得很有行動力 他們居然直接去找校長說他們希望繼續延續這樣的事情 那校長 我所知校長就問大概黃主任或是誰 可能會可以成立一個私地社團 那最後找到我 那時候其實我在上班 在中醫院的小學生那邊上班 老師也同意 就是在沒有任何計畫的補助讓我來做這件事情 那第一年我們就成立一個私地社 然後做一些事情 那其實裡面有個很特別 我覺得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 其實叫做市政府在公園要種個生態池 要種什麼植物 那因緣機會轉到我身上 說你可不可以提出建議 那我說我可以讓學生做這件事嗎 好 所以我讓學生做12種學生植物的報告 做成海報 在社區活動的時候直接到現場 跟民眾解釋這12種學生錯誤 讓民眾去票選 最後票選出來前三名 再由學生種植下去 那這有什麼效果 第一個它讓社區民眾參與 第二個學生有得學習的功力 第三個是比較 我覺得更值得去思考自己 當學生自己種下去之後 他們自己就會去復水田 所以他會去復水田 那我就累了 他就過來說老師沒有水了 老師沒有水 老師不知道哪裡有水 所以就是會有這樣的一個 跟環境產生一個實質關係的一個行動 當然當時沒有做太多的研究 不過那個感受是 帶領者你會很深刻記憶 因為大理高中其實它的整個規範 所以在第二年我們成立了高中部的師弟生 那高中學生的活動力又更強 他可以做事又更多 所以那時候在 我們在淡水的 謝老師實驗室的調查的時候 我們發現淡水的滑江段 找到了台灣縣 就是拿 那我們去review 大概有40年沒有這樣的調查紀錄 但是那時候老師也不覺得 可能這個計畫可以讓高中學生試試看 所以我們就帶著高中學生去申請 今年數的志工幫案 那當然是謝老師的實驗室的器材接出來 然後我們去租了船 就帶著孩子去做這樣的調查 那我們大概連續做了兩年到三年 就是在我們這個滑江河里是有限 不過第四年之後就沒有了 那我又做到第六年還是沒有 所以這也是一個 未來可能可以跟潔老師探討的一個問題 那這有什麼好處 就是當孩子知道真的去觀察到一個生物的時候 他很驚喜 然後當他知道這生物40年來不曾在這邊出現 現在出現的時候 他是很震撼 其實那跟我差不多 我也覺得很震撼 那後面發生什麼事 他們做了一件我覺得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會投入管理教育很重要的一個時間點 他們在我跟那個學校的任何老師都沒有協助下 自己跑去隔壁的小學 他的母校說他想再召會跟他的學弟妹講這個故事 所以這一群高中生就演了一個話劇 那我也看過了 其實我也看不太懂了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為什麼會有高中生自己跑去自己的母校 跟自己的老師要了一個找自己的時間 自己排了一齣劇去表演這件事情 這是對我後面願意投入這件事很大的一個影響 因為代表這件事是有教育成效 他呈生的行動 那下面這一牌子他們就開始每年會固定到 師弟去跟別人分享他們的觀察跟程度 但比如很現實的在師弟好像沒有什麼會理他 所以他們就會跑去棒球場叫整隊的棒球隊 他們是女生嘛對不對 大哥哥可不可以聽我講一下 整隊棒球隊就帶過來 但是我看到還是學生的行動力 就是他願意去做這件事 甚至這位年輕的學生 他願意拿個牌子去自行車到旁邊去 說你可不可以聽我講一下這個故事 我覺得那個行動力甚至連我現在這個年紀都不知道做不做出來 那這位同學他後來大學現在大二 他去年跟另外一個同學用搭車的方式去還台灣的師弟 那這也不是我可以控制 我根本已經完全跟他們沒有任何的私生關係 可是這都讓我們在在看到說 如果透過真實的環境接觸 對孩子們是會有很深刻的影響 那他們也把他們的資料在某一年的類似像研討會他們去發表 那當然這樣特意讀習 為什麼特意讀習 在這個升學主義從我小時候到現在還是一樣的年代 一個標準的高中生是不應該在這時候做這件事情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內心會有疑惑 其實不知道這樣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這些孩子他還有被經過報道 像這位孩子的媽媽她到報紙登上 登出報紙時候她來跟我講說 她終於知道孩子在幹嘛 那孩子又不跟她講話 然後這位同學現在是我們聯盟螃蟹組的副組長 我希望兩個人就讓她變組長 然後我就可以不用去 沒有 那當然也有一些報紙的報導 那甚至在陳老師的影線下 我們去了泉州 那去泉州其實我也感到兩岸學生的差異 那一次最明顯的是 當我們在提問的時候 陳老師都會提那種 大家答不出來的吧 所以大陸的學生就真的答不出來 真的很印象很深 就是既然 因為他們你知道大陸出門都是代表隊 那大概會把全線最厲害的學生找來跟你交流嗎 可是當陳老師問完問題之後 我很明顯是真的 結果我的學生一直在那邊亂發言 結果亂回答 結果亂回答 可是我看到那個 真實的差異 跟或許是另外一種我們可以競爭的軟實力 並不是那種很精英式 而是很回到生活回到環境的那樣子 那最後面收尾就是一個 大概陳老師的提問 那是什麼策略呢 那當時我們其實有一個課程的架構 那這邊不太講 就是我會發現其實設備是一個可以提供資源 就是在學校裡面其實很容易操作這種課程 那第二是教育 它本身就是個教育長所 它應該可以做很多這樣的教育的行動 最後是行動 它必須做出來 我覺得剛剛最感動並不是我們上了什麼課做了什麼社團 是那些學生自己決定做那幾件事情 那再來是我覺得連擊各級學校 這是大家留意 這上面土石是相關比較重要的師弟 裡面也有NGO跟政府單位 但是學校其實並不一定會出現在裡面 那目前我知道 但不是全部 就是我知道的 就是有樹林、板橋、滑江跟大林高中 那我們覺得應該未來是更多的學校在裡面 它應該融入整個真正的台北市 或是雙北市的一個教育的一個系統 所以今天有什麼教育 環境教練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值得投入的一個面向 那最後我覺得這次的題目是師弟支持永續城市的未來 那我覺得學生可以去支持永續師弟的基石 因為我們大量的訓練學生到社會 不一定要都念相關科系 可是它只要對環境有認同跟聯結 那就可以做到更好的事情 我們在最快的時間嗎 講完 那就是也記得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希望說如果有家長或是有學校或是有校長 都可以好好的支持我們這樣的一個私立環境教育 謝謝